脚派指定的中共接班人,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正才落马后,流读越经越多,除了被曝出阴谋夺权,痴迷于游戏,包二难养情妇生思生子之外,近日更传出,孙在家中挂着一件龙袍,孙只要在家,每天都会去拜这个龙袍。 日前,有网媒消息称,孙正才罪名中的慵懒无为,被指不过工作,痴迷于网络游戏王者荣耀,每次视察不打玩一局不下车,让车外十多个人肝等。 20日,有中共海外党媒摊发署名文章称,其实,孙正才还不止于此。 据接近过孙正才的人说曾在孙家中看到一个空置房间,里面除了墙上挂着一件龙袍,别的什么都没有。 孙正才只要在家,每天都会去拜这个龙袍。 文章说,如果说痴迷于网络游戏,还只是想在游戏中去满足心理对王者荣耀的追逐,那么拜龙袍,就不是对权力和荣耀的一般痴迷, 而是发展到极致的心理扭曲了,明显地流露出其十足的政治野心和权力崇拜。 文章举例说,康熙王朝中有一段戏,说太子殷仍在康熙西争戈尔丹重病时,迫不及待地令人准备了龙袍,令康熙极为恼怒,甚至废掉了殷仍的太子之位。 尽管上述报道目前还无法证实,但对于孙政才的政治野心,大陆官媒早有报道。 中共十九大之后,习近平当局多次公开点名孙政才、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六人, 既巨贪又巨负阴谋创党夺权。 孙被拿下后,官方称,削除了一个重大政治隐患。 12月12日,香港东网刊发评论说,十九大前,孙政才认为原本排在自己前面的另一接班人胡春华, 已失去竞争力,孙更认为自己可以成为未来第一人。 因此,孙无心于重庆市的改革发展,反而最心于拉帮派见班底, 到处许诺,拉拢北京不少部门到重庆开行业会议,吸引各方关注,为其政绩鼓语呼。 但这些活动,反而引起了高层的警惕,最终使孙政才在十九大前被整肃, 评论说,孙政才作为十八大权力的接班人选之一,按理稳扎稳打便可上位, 但他急于求成,机关算尽反悟了轻轻小命。 而且孙生活仍不检点,不仅大肆行贿受贿,还刀二奶,养情妇,生死生死。 孙政才被报是江派大员贾庆林、刘琦、曾庆红先后提拔, 培植的人马,也是江泽民指定的中共接班人。 大陆体制内专家辛子凌曾披露,重庆被江派两次选中政变基地, 第一次使薄熙来企图发动政变推翻习近平, 第二次曾庆红又安排孙政才在重庆,希望他若干年后能起作用, 这些阴谋都被习近平揭破了。 7月15日,孙政才在十九大前被免职, 7月24日被调查,9月29日被双开并移交司法机关查处。 11月4日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 12月11日,中共最高检对孙政才已涉嫌受贿罪令案侦查。 在对孙政才的双开通报中,官方措辞罕见严厉, 指其涉六宗大罪,包括政治腐败、经济腐败、 生活腐败、官僚主义严重,和忧览无为等等。 15日,重庆官方对孙政才案作出最新表述, 称要坚决清除孙政才恶劣影响。 美国总统预定当地时间18日晚间演讲, 阐述以美国优先为基础的美国国家安全新战略。 外媒消息,川普或将做出16年来最强硬表态, 把中共列为竞争对手甚至威胁,并指中共进行经济侵略。 英国《金融时报》16日引述包括高官在内的消息人士透露, 川普将在新战略中批评中共涉及经济侵略, 并将中共定位为各个领域上的竞争对手,甚至是威胁。 这将是2001年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美国对中共最强硬的经济回应。 路透社17日也引述两名美国资深官员的说法报道, 川普将明确点出中共侵略美国安全与繁荣。 美官员并指出,新战略旨在让人更清晰地检视中共带来的挑战。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迈克·马斯特上周预告国家安全新策略内容时, 也称中共的经济侵略构成威胁, 其经济行为正挑战国际经济秩序。 他表示, 重新谈判贸易协议将是国家安全策略的主要部分。 白宫前首席策略石班农旗下的新闻网站在16日报导称, 国安策略的重点将是互惠的公平贸易、 经济实力及针对美国的经济战争, 并将提出一系列措施,包括改革贸易法等。 金融时报消息又指, 川普上台前多次炮轰中共, 并表示将把中国列为汇率操控国。 但其上任后一度态度软化, 是希望中方为美中贸易及潮核问题调整政策, 但效果并不理想。 川普上月出席亚太清河组织峰会时, 突然改口指不再让其他国家占便宜, 是冲着中共而来。 向来主张对中共强硬的班农, 16日向美国新闻网站称, 川普的国安策略反映他们胜利在望。 川普团队在全球贸易和中美经济关系上分为两派, 班农和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等属于强硬派,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科恩等属温和派。 金融时报形容, 新国安策略反映强硬派正占上风。 华尔街日报上月分析, 美国对中共放宽外资进入金融业的反应冷淡, 说明美国对中共的战略出现根本转变, 将开始大胆博弈。 美国国际政策顾问公司管理总监艾伦分析, 国安策略可能是针对中共的一系列经济措施的第一枪。 美国针对中国钢铁业与知识产权的贸易调查结果即将出炉, 华盛顿也正在准备向帮助朝鲜的大型中国银行实施制裁。 据报,除了涉及中美贸易之外, 川普的国安战略还包括增强军事力量, 打击伊斯兰武装分子, 提升美国经济竞争力等, 也会将气候变化提出国安威胁之外。 1961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小说《红颜》, 描绘了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中共地下党员江杰等人的遭遇, 被中共视为其红色经典。 不过,历史却证实, 这是一部血血的谎言。 不但将写的故事有多处虚构, 就连《红颜》的作者之一罗广斌, 也在中共的文革中身亡。 1967年2月中旬, 一条消息从重庆传向全国, 引发人们关注。 长篇小说《红颜》的作者之一罗广斌自杀了。 和其他同样在文革中云命的作家不同的是, 罗广斌和杨逸言共同创作的小说《红颜》, 曾被中共当作共产主义教科书大力宣传。 另外,罗广斌的命运被认为非常典型。 罗广斌这个情况, 他就是最典型的反应了, 就是中共对这个国陆区的干部, 他就是处理的具体的体现。 罗广斌1924年出生在成都一个富有家庭, 1940年读中学时, 遇到新南联大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马石图, 接受所谓的革命思想。 1948年3月成为中共地下党员, 由于被投降国民党的同伴曝光身份, 9月10号, 罗广斌在成都家中被国民政府逮捕。 这一年多的经历, 后来成为罗广斌的写作素材。 1958年底, 在重庆市委的指示下, 罗广斌杨毅言开始执行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创作长篇小说《红颜》。 小说以所谓的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内, 国民党监狱的黑暗为主线, 将渣子洞和白宫馆描述成人间地狱, 而罗广斌成为集中营的幸存者。 红颜1961年12月出版, 被当作红色经典大理宣传, 重印98次, 测数超过1000万。 由于小说强烈的渲染, 直到今天仍有人把红颜当作当时重庆 及四川地下党的历史记实, 忽略了其中有许多虚构的人物和情节。 例如江姐在狱中被逐签子钉手指的酷刑, 近年来连党媒也承认是虚构的。 按照党的意图去把这一段历史做了很多渲染, 做了很多虚架的内容的添加, 然后对中共所谓一个典型的传承材料, 到文革的时候还拍成了电影。 罗广斌虽然名声大噪, 但他越狱的经历一直备受中共猜忌, 他反反复复受到审查, 尽管被认为基本没有叛党, 但政治生活仍受到限制。 而当时的罗广斌可能并不知道, 这是因为中共对待像他这样的地下党员, 已经从见证前的隐蔽精干, 长期埋伏, 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次方针, 变成了后十六次方针。 而后十六次方针在文革开始后, 被执行得更加凶狠, 曾在四川长期从事地下党的前中共中央, 新南局办公厅负责人张黎群, 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新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石图, 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 著名作家沙厅等三人, 被打成了四川的三家村。 罗广斌一方面感受到政治压力, 被迫写出在小说红颜创作及电影改编中, 与所谓黑线人物的关系, 另一方面他又响应号召, 成为了重庆有名的造反派。 在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后, 罗广斌又因为历史问题, 成为隔联会议派的攻击目标。 1967年2月5号, 建工学院等红卫兵, 将罗广斌从家中绑架并抄家关押。 对这样的罗广斌再也支持不住了, 他就不断地写他的遇中生活和怎样出狱的交代, 写写听听是极端的烦躁。 罗广斌从被绑架到死亡只有6天, 万亚他的人说罗广斌是跳楼自杀, 但他妻子一直表示怀疑。 杨毅言等人逃到北京, 试图替罗广斌翻案, 但中央对此一直保持沉默。 直到1968年3月, 江青才明确表示, 有人替罗广斌翻案, 我们根本不理他。 此后更多的原四川地下党人 被打成了叛徒反革命黑手, 又有一大批人因为所谓罗广斌叛徒集团案遭到迫害。 近期,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所执掌的经济重地, 接连实施几大治理动作, 闹得民怨四起, 舆论直指害人的根源是中共体制。 有分析指, 九华山高增此前预言王贡者是杨年生人, 巧合的是, 蔡奇政是杨年生人, 可能他就是王贡执行者来了。 目前在中共高层, 除了蔡奇鼠杨外, 还有李克强, 1955年7月, 王沪宁, 1955年10月, 汪洋, 1955年3月, 中共现任检察长曹建民也是1955年的洋。 中共王于杨年生人之首, 据说是一位高僧的预言。 今年5月15日, 贵州前记者曾杰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道, 1998年3月, 他以桂林电视台新闻记者的身份参加一次官员的考察, 在酒宴上, 乘着酒精, 一位省级高官的秘书竟泄露国家机密, 大谈江泽民信佛教, 到处求神拜佛的事。 他说, 江泽民几乎每年都要去明山古叉拜佛, 1997年邓小平死了, 老贼忠于多年媳妇熬成婆, 大权独揽成真, 高兴得替泪横流, 快感之鱼, 专程密防九华山, 让某高人测一测自己的地运,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运, 看看自己能滋润多久。 结果恩人只说破一点, 中共亡于杨年生人之首。 作者谈到1919年10月出身的赵紫阳救赎阳, 差点亡了中共。 而东欧巨变中, 亡共之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 都是1931年杨年出身的人。 作者郑中原发文分析, 九华山高僧预言中的王贡执行者来了。 蔡奇1955年12月5日出生, 杨年生人。 近期, 蔡奇在北京市实施的三项举措, 包括清理低端人口, 拆除延接违建和广告牌, 以及没改气, 没向行动均遭挫折, 且闹得怨声载道。 就在上述三大治理动作, 在舆论压力下半途而废之际。 12月13日凌晨, 北京朝阳区18里电箱白强子村 一村民自建的四层房突发火灾, 导致5人死亡, 8人受伤。 这之前的11月18日, 北京福大兴区也曾发生一起重大火灾。 当时, 大兴区一栋二层楼去福原公寓发生大火, 导致至少19人死亡, 8人受伤。 12月12日, 清华大学教授孙丽萍在起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说, 北京近期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 经兴的人们目瞪口呆, 也给人留下一堆问号, 所有这些超出常识, 匪理所思的一切, 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孙丽萍同时警告, 搞不好, 今年过年期间还可能出大事。 早在2002年6月, 贵州省平堂县京县王贡时, 藏字时, 在距今2.71年左右的 二叠统齐侠组深灰色眼中, 天然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王六个横排大字, 浮雕般突出于十年, 中共官媒也纷纷报道此事, 只是不敢提最后一个王字。 这一惊天大新闻, 一直在网络和方间流传, 不少人坚信冥冥中自有天意, 只待时日揭晓。 如今15年过去, 何处将兑现, 蔡奇是否是真的是 王贡执行者拭目以待。 然后能起作用, 这些阴谋都被齐近平揭破了。 7月15日, 孙政才在十九大前被免职, 7月24日被调查, 9月29日被双开并移交司法机关查处。 11月4日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 12月11日, 中共最高检对孙政才 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 在对孙政才的双开通报中, 官方措辞罕见严厉, 指其涉六宗大罪, 包括政治腐败、 经济腐败、 生活腐败、 官僚主义严重, 和慵懒无为等等。 15日, 重庆官方对孙政才案作出最新表述, 称要坚决清除孙政才恶劣影响。 美国总统预定当地时间18日晚间演讲, 阐述以美国优先为基础的美国国家安全新战略。 外媒消息, 川普或将做出16年来最强硬表态, 把中共列为竞争对手甚至威胁, 并指中共进行经济侵略。 交派指定的中共接班人, 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落马后, 流读越经越多, 除了被曝出阴谋夺权, 吃迷于游戏, 包二乃养情妇生思生子之外, 近日更传出, 孙在家中挂着一件龙袍, 孙只要在家, 每天都会去拜这个龙袍。 日前, 有网媒消息称, 孙政才罪名中的慵懒无为, 被指不过工作, 失迷于网络游戏王者荣耀, 每次视察不打玩一局不下车, 让车外十多个人肝等。 20日, 有中共海外党媒摊发署名文章称, 其实, 孙政才还不止于此。 据接近过孙政才的人说曾在孙家中看到一个空置房间, 里面除了墙上挂着一件龙袍, 别的什么都没有。 孙政才只要在家, 每天都会去拜这个龙袍。 文章说, 如果说痴迷于网络游戏, 还只是想在游戏中去满足心理对王者荣耀的追逐, 那么拜龙袍, 尊无心于重庆市的改革发展, 反而最新于拉帮派见班底, 到处许诺, 拉拢北京不少部门到重庆开行业会议, 吸引各方关注, 为其政绩鼓语呼。 但这些活动, 反而引起了高层的警惕, 最终使孙政才在十九大前被整肃。 评论说, 孙政才作为十八大权力的接班人选之一, 按理稳扎稳打便可上位, 但他急于求成, 机关算尽反悟了轻轻小命。 而且孙生活仍不检脸, 不仅大肆行贿受贿, 还刀二奶,养情妇,生死生死。 孙政才被报是江派大员贾庆林、刘齐, 曾庆红先后提拔, 培植的人马, 也是江泽民指定的中共接班人。 大陆体制内专家新子凌曾披露, 重庆被江派两次选中政变基地, 第一次是薄熙来企图发动政变推翻习近平, 第二次曾庆红又安排孙政才在重庆, 希望他若干也就不是对权力和荣耀的一般痴迷, 而是发展到极致的心理扭曲了, 明显地流露出其十足的政治野心和权力崇拜。 文章举例说, 康熙王朝中有一段戏, 说太子印仁在康熙西争戈尔丹重病时, 迫不及待地令人准备了龙袍, 令康熙极为恼怒, 甚至废掉了印仁的太子之位。 尽管上述报道目前还无法证实, 但对于孙政才的政治野心, 大陆官媒早有报道。 中共十九大之后, 习近平当局多次公开点名孙政才、 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 徐才厚、郭伯雄等六人, 既巨贪又巨负阴谋创党夺权。 孙被拿下后, 官方称, 削除了一个重大政治隐患。 12月12日, 香港东网刊发评论说, 十九大前, 孙政才认为原本排在自己前面的另一阶班人胡春华, 已失去竞争力, 孙更认为自己可以成为未来第一人。 因此, 英国《金融时报》16日引述包括高官在内的消息人士透露, 川普将在新战略中批评中共涉及经济侵略, 并将中共定位为各个领域上的竞争对手, 甚至是威胁。 这将是2001年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美国对中共最强硬的经济回应。 路透社17日也引述两名美国资深官员的说法报道, 川普将明确点出中共侵略美国安全与繁荣。 美官员并指出, 新战略旨在让人更清晰地检视中共带来的挑战。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迈克·马斯特上周预告国家安全新策略内容时, 也称中共的经济侵略构成威胁, 其经济行为正挑战国际经济秩序。 他表示, 重新谈判贸易协议将是国家安全策略的主要部分。 白宫前首席策略石班农旗下的新闻网站在16日报道称, 国安策略的重点将是互惠的公平贸易, 经济实力极真。